时间晚上十点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发表拜登对中最新政策 这些演说才开始不久 布林肯就直接点名习近平 布林肯不仅攻击中国人权问题 还谴责中国在南海地区 破坏地域和平 更以俄乌战争向印太地区 所有国家示警 布林肯虽然炮声隆隆 不过同样承认中国军事技术 与经济实力在全球都具有影响力 虽然再次重申 两国外交关系至关重要 但这一次拜登似乎更加积极 只是北京当局也在印太地区展开布局 中国外长王毅于26号抵达索罗门群岛 并在之后造访六个南太平洋岛国 以及东地问 不让美国专美于前 双边较劲意味十足 三点新闻是一条报道 我们下午离一条报道 二条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 voy盟